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聲媒網絡長無關 《陰謀背後》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陰謀背後》第三季第六集 歡迎歡迎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和你們很息息相關 為什麼呢 我想第一季第二季我們講的節目都是一些所謂的初階 第三季我想上個星期我們在講音樂、Hip-Hop的東西 大家都會感覺到開始有點深入一點 不是叫高階 就是深入一點 所以我想利用第三季的這麼多集數 去和大家深入一點去探討 究竟這群神秘組織 去用一些什麼方法 令到做一些Mind Control 和滅絕人口 今天呢 這兩個題目我都會講的 為什麼可能有些人說 不是吧 講RFID 講RFID 怎麼會有Mind Control 我們會慢慢講 第一節呢 我會講一點關於一些商品 大家都清楚 和日常生活很有關係的東西 阿金阿狗 你怎麼看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覺得呢 這件事呢 很快 不久的將來 大家都需要放在你的身體裡面 是阿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呢 戴著那張信用卡 都有的 嗯 這些叫做chips 雖然就是沒有一個 所謂叫做frequency 沒有接收和發放 但是我們這個信用卡裡面的chips 你插進去一個 叫做讀卡機裡的話 其實已經套得了你的個人資料 和卡的資料 沒錯 這樣就可以錄到卡 這樣 阿狗你又怎麼看呢 這件事 哇 你說barcode 你身邊有哪一件事 哪一個物件 product是沒有barcode的 是的 你現在買賣賣賣 基本上 每件事都有barcode 即是甚至乎 你喝一罐可樂 去買一個電器 其實已經有barcode 是不是 是 為什麼我今集 會講barcode和RFID 可能有些聽眾 追開我們聲匯網的節目的話 都知道 其實 我們另一邊的節目 生命資源 都有講過RFID 和滅絕人口的事情 為什麼我今集 又要去選擇這個題目呢 我不可以不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我會慢慢跟大家去分析 因為obamacare 其實呢 它已經有條法例 已經是生效了 就是說 最遲 應該是今年開始發生的 最遲 要14年就要發生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要將一些RFID的 device 一些的 好像米那麼大顆 甚至乎 現在呢 我們看完這個research 是好像米那麼小顆 應該是說 是小顆米的 那就是直入去你的手背那裡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呢 我想我們慢慢去解釋給大家聽 怎樣去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正中他們的下懷 應該會說一些他們的陰謀出來 怎樣用這些所謂的晶片 很多時候呢 他們政府呢 尤其是美國政府呢 就是在說 就是說 是為你們好的 為什麼呢 他就說 一個叫non-cash society 或者一個non-cash economy 就是說 你不需要帶 現金啦 你不需要帶你的credit card啦 你不需要帶你的ID啦 甚至乎 你不需要帶passport 因為為什麼呢 植入了晶片在你的手背那裡的話呢 你基本上去超級市場 甚至乎去戲院看電影 出角 去哪裡都好 你就把手臂給他 或者手背給他 他就基本上 利用了人造衛星 或者甚至乎一些讀卡器 就是讀回你手背上的 所謂RFID的東西 是真的對我們有息息相關的 是的 還有他簡直呢 裡面是包括你的醫療紀錄 是 所以他的point是sale說 啊 你呀 不用出聲了 如果你有什麼意外 真是這麼不幸 撞車撞到 真是說不到話了 都不用怕 我們可以立即救到你 是 這個我相信的 表面上呢 他們在做的事情 是好像做福人群 那樣 好像令到我們的生活 是很方便 又不需要帶cash 又不需要有什麼卡 物卡 一個手背就知道 你人口有多少錢 你有什麼子女 甚至乎怎樣去聯絡你們 一個家人 又有事的話 好像剛才阿狗說 你有事進了醫院的話 直接支起你的紀錄 病歷 例如好像藥物敏感 最重要 因為身體有什麼藥物敏感 給菜藥給你吃的話 那就... 所以 我想這一集 我會慢慢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RFID 對我們的生活 是好 還是不好 我講這件事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 巴曲的東西 OK 其實我剛剛也講過 巴曲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條馬 條馬來講 其實很多時候 已經深入了我們的民生 已經很久了 因為條馬的歷史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阿狗 原來條馬的歷史 其實可以遠遠流長 追溯到1949年 嘩 原來這麼久了 是啊 原來當年有兩個美國人 申請了在食品裡 加入一些環形的條馬 就開始有食品編碼 到了1963年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第一代的條馬 沒錯 都是用於食品 沒錯 沒錯 但是到1963年的時候 在控制工程的一本雜誌上 就開始發展出不同的條馬技術 慢慢就開始有些超市 或者是油谷 就個別自己用 就未去到現在這麼普及 差不多你見到所有的商品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條馬 原來 其實這個這樣的條馬 去到1973年 才有一個統一系統 當年就是一個IBM公司 有一個叫George的員工 IBM 是 發明了這個色別碼 他沒有病 就說 咦? 因為條文碼是有一些黑白線 很多時候 那些條文碼都會 頭有兩條長一點的黑白線 中間又有兩條 最尾又會有兩條黑白線 那些人就發現 咦? 跟他那個解碼的時候 就剛好正正就是 他那個product code裡面的六字 那三個條馬加起來 就變成666 那又真的很有趣 那些人就開始問他 為什麼你弄些666的條馬出來 你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George的解釋就有趣 他說 這個嗎? 剛好得這麼巧 我的名字 都剛好得這麼巧 那個first name 即他的名字 中間名字 還有那個last name 即他的性 全部都是六個字 沒有一個六 嘩? 我心想 難道一個666的條馬 就是一個666的人 發明出來的 所以其實666這句字 我想在西方國家 或者在我們東方的國家 都有些些忌諱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就是666代表 我想大家都清楚 代表魔鬼的號碼 或者甚至乎 他們叫做beast number 很多時候 一些基督教的教徒 一看到666 就是文風喪膽 或者不要說文風喪膽 很誇張 就是很討厭 基本上 就是代表魔鬼的意思 所以他們會覺得 原來的條馬 看到666 可不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牌子 現在在坊間 有些什麼666 令到人們這麼忌諱 令到人們這麼害怕 他覺得這些牌子 是不是真的等於 代表魔鬼的訊號 或者魔鬼的訊息 最有名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講Logo那一集 我們經常去玩的滴滴來 就已經有了 這個不用說了 上次我們那集 在迪士尼也有說過 經常喝的汽水也有 什麼汽水也有 不要說是紅色罐那個 或者是 即是不是很可口的那個 不是很可口的那個 或者那個八什麼 什麼什麼可樂 每樣事都可以可樂的那個 甚至乎一些食品 例如朱古力 是的 都有的 甚至乎 之前阿金也有說過 SERN SERN公司的Logo 都是 即不是一個SERN的SERN SERN的SERN 一隻SERN 那個SERN 那個SERN 法國公司的Logo 還有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瀏覽器 Google裡面的Chrome 那個Logo 是把三個鹿去捲成一塊 造成了它們的Logo 是的 或者一些電話 什麼什麼 那個 不得逢 是的 是的 都是這樣的 因為它其實那個 就是好像三個豆點仔 那樣的 那看上去 抽回那三個豆點出來 咦 又真的 這麼巧得這麼巧 又有三點 又像三個鹿字 那我又想問回 我們一節 我們在講這個條碼 為什麼那些基督教徒 呢 可以兩位幫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為什麼那些基督教徒 一看到666 其實跟創世紀 有一些位都有關 就是 他覺得 當666出現的話 敵基督一出現的話 全世界就會被這個人 去控制 上次我們講的教宗 也講過 當有敵基督出現的話 就會 這一班的神秘組織 就會推卻一個人出來 就是去統治全世界 應該我慢慢會講回 究竟他們這次 用RFID 以及用條碼 怎樣可以控制 好了 有些聽眾 就在想 條碼 像是條碼 每天都看著 一包薯片 一罐汽水 甚至乎 一些大型的商品 都有條碼 可能聽眾會問我們 那怎樣可以做 MIND CONTROL 或者怎樣可以控制 這個人口 兩位 每樣產品都已經有條碼 你想想 他控制了買賣 都掌握在他的手 你如果不買他的東西 那你就沒有東西吃 你想想 其實整個交易的過程 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是的 你的買賣 那個雜性 可能他們已經透過條碼 的Database 他們已經記錄了 還有條碼 會配合我們一會兒 那次講的RFID 那個作用更加 可以達到 New World Order 可以達到New World Order 是對的 這一班的食物製造商 Morcento 一定有 或者其他的公司 就是用了條碼 因為條碼的組合 它的組合 就是前面有五個位的數字 後面那組也有五個位的數字 剛才阿九也有說過 前面那兩條是長一點的 中間有兩條是長一點的 後面那兩條是長一點的 後面那兩條是長一點的 總之 你用barcode scanner 的閱讀器 那個條碼閱讀器 由左去右 或者甚至乎右去左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讀到三條錄出來 是不是阿金 是的 但是 又可以說多一點 如果說三條錄 原來 在美國 有一組數字 即是你那個條碼 加上那個晶片 就會有一組 國際性的十八個位的數字 作為你的身份號碼 而這十八個位的數字 怎樣分呢 就每組有六個數字 加上來 都是666的 喔 這樣真是好鬼死竅 在啟示錄 在第十三章 十六至十八節 都有說一個野獸的印記 即是666 為何這些基督教徒 這麼敏感這件事呢 阿九 因為666對於他們來說 是代表那個獸的數目 因為啟示錄裏 第十三章 他有提過的 凡有聰明的人 都可以計算到那個數目 如果那個數目 就是666 即是三個六 666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666就代表了魔鬼 還有在同一章節裏 其實都有提到 無論大小貧富 自主的 還是圍勞的 都要在右手 或者在額頭上 受這個印記 如果沒有這個印記的話 就直接不能夠作買賣 不能夠作買賣 對 那你買不到東西 買不到東西 即是生存不到 買不到食物 所以說 為什麼這麼緊要 這麼緊張 因為這個666 這幾個數目字 我想將來 如果你不做這個印記 你連工都沒有 沒有人願意請你 即是連飯都沒有得開 是的 因為它等同於你的ID 你所有的身份 都會在這個印記裡面 基本上我想 這群神秘組織 除了第二節 第三節 用多一點時間 講一些RFID的東西 這一節 我們講一些條碼 一些barcode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阿金 其實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想用了 barcode 去做了一個所謂的標準 然後令到 我們世界一群人 去受到他們的控制 應該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因為 起初 一開始 是有barcode 但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 大家看barcode 我們不會看的 一條條 只有幾個數字 沒錯 那就要用一個scanner 去scan 然後就Decode 解釋了 這一組數字 代表什麼 其實這種概念 慢慢衍生到 我們一會兒 那一節說的 印記 沒錯 我想說一點點 啟示錄 第十七章 第十二節 其實它都有提到 一件事 就叫做十王 十王的意思 其實現在很多人 在推算 十王其實代表 十個國家 原來正正 這十個國家 齊齊 都是在研究 一些barcode 和RFID 如何把標準化 標準化 標準化 然後標準化 然後標準化 原來他們 我第二節會慢慢說 原來他們 就是想著 是將這個媒體 是真的控制人類的 說的是控制什麼呢 去知道你的 起居飲食 知道你去哪裡 做些什麼 你的履歷是什麼 甚至乎 你的醫療紀錄 是什麼 很多全部的 關於你的家 或者自己一些 私人的 一些個人資料 一些私人資料 都全部有在那裡 挺恐怖的 是呀 其實在1983年 7月 有一本小冊子 叫做 666的奧秘 這個真厲害 他有提到 華盛頓國立大學 一位教授 就是Cliff Farrell 他發明了一支 雷射刺紋槍 就是幫人打巴曲 上皮膚上面 嗯 這種刺紋 打了下去 你皮膚是看不到的 但是用相關的儀器 就可以讀出來 其實這種 也是另外一個 模式的666 但衍生到近代 說的20世紀 已經變成 好像頭髮那麼幼的一種裝置 可以貼在你的皮膚 它也是貼上 好似一個巴曲 但是你肉眼看不到 但是用電子儀器 就可以讀到 那這種裝置 簡直是可以監測到 你的心跳 肌肉的移動 嗯 你有沒有事 有沒有病痛 嗯 其實研發的一個組織 它說 主要這一種裝置 是貼在那些人喉嚨有病 譬如你說不到 你可以貼 它就可以 帶你的訊息 給其他人 因為你說不到 喉嚨痛 就用在醫學上面 但是 現在暫時 就可以用到 去聲控遊戲 玩遊戲都可以 而且它表達你的 心裡面的意思 你說不到 你那個陣頻 它可以表達到 90%的準確 為什麼 不要說不迷信 原來 我看看資料 Apple 第一部電腦 這個真的挺好笑 就是 它第一部電腦的售價 原來是 美金666.66 這麼巧啊 是啊 還有羅馬數字 你有沒有資料 有啊 但是我那個 就是用ASCII code 就是一個電腦編碼的 程式 A等於6 B等於12 C等於18 沒錯 你說蘋果電腦 只是電腦 電腦 這個字 如果用ASCII code 去排 其實都是666 真的挺恐怖的 如果你說起電腦 我又想告訴你 在Intel Intel那間公司 就是做CPU 做中央處理器的公司 原來它在1999年推出一個 我想大家都清楚 有一部電腦 叫做486 即是80486 我猜 很久了 你也知道 聽過一下 原來它的Herts 即是它的速度 是66.66 MHz 66.66 MHz 這樣就叫做486-66 哇 這件很恐怖 其實是否想說 電腦科技 就是跟魔鬼有關 我覺得是的 都不僅僅 剛才說的 跟人也有關 其實 講開ASCII code 我先講 如果用ASCII code 即是剛才的A等於6 B等於12 那個如此類 都可以這樣計 原來 我們之前的美國總統 Clinton 和他的老婆仔 希拉里 加上又是666 咦 你說人的話 我又想說Hitler H-I-T-L-E-R 如果用A來做100 B是101 C是102 這樣的話 這個6個字母加起來 又是等於666 如果要計算的話 不如說希伯萊文 如果用希伯萊文 666 它是嘩嘩嘩 什麼 嘩嘩嘩 就跟我們 那個World Wide Web 嘴嘴嘴 那也是 不差不多 除了World Wide Web 可以用希伯萊文 是 原來 George Bush 如果用希伯萊文 來計算 他都是666 這個 我想大家都 有機會聽過 George Bush 其實 他的名字 和666 神秘組織 全部 一定是扯上關係 如果聽到陰謀論 或者神秘組織的話 剛才你們說 體事錄 除了說666 和印記 原來 你說那麼多數字 在希列文中 666 是寫的 heat six six ma 他那個 本身翻譯 翻譯的意思 正正是等於 針刺 和刺激 有這個意思 針刺 和刺激 對 就像你刺激 皮膚的刺激 就像你Tattoo 那樣 又是跟打什麼RFID一樣 對 正正就是這樣 帶出這個意思 剛才說總統 又可以說另一個 近期的奧巴馬 奧巴馬有些什麼 他1961年8月4日出生 如果用日期來計算 他就是一年的216日出生 那一天出生 216你猜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是三個六成 就是216 又是666 這陣子很多人 都是有這個方法 去計算奧巴馬的出生日期 無獨有偶 當年他競選的時候 他競選的地址 奧巴馬 for America 那個地方 剛巧巧 那個zip code 即是那一塊 郵遞的代碼 又是666 差一點點 60606 都是666 又隱藏了三個六 還有一件事 無獨有偶 就是什麼呢 就是羅馬數字 我想你也知道 羅馬數字有六款 I、V、X、L、C和D 即是代表一、五、十、五十、 一百和五百 原來這麼多的數字加起來 又是等於666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在基督教徒 甚至乎天主教徒 他們看到666 其實真的有一個忌諱 在西方國家 他們永遠都覺得666 什麼都不想 一定是所謂的 The Beast Mark 所謂的野獸的印記 但是有些人說6 其實是代表人類的意思 即是非常之不行 為什麼呢 6 他們覺得是一個有缺陷的數字 因為7才是完美 6就是7減了1 差一點1 就不得完滿了 7、7、7是代表上帝的 本來是 是啊 1個星期都有7天 所以如果3個6在一起 因為3為一體 所以為什麼要排敗3 3個都有缺陷的人陷在一起 即是一個充滿缺陷的人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最差最差的代表性 嗯 說到666 這件事 就真的有個人是 不可不提的 叫Karl W. Sanders 這個人 又好像阿九 剛才說過的人 很相似的 背景 就是他有一個電子工程師 還有一個發明家 也曾經在IBM General Electric 做過東西 原來這個人 在1968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研製RFID 剛才阿九 這件事 就是40年代開始發明 原來 早前 在神秘組織 在50年代 和60年代 他會覺得 這件事 就是 都是不行的 為什麼會不行呢 就是 原來 在戰爭 或者甚至乎 有一些意外 如果我授了一個 他被燒傷 那怎麼辦呢 他被斬了手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 他就在這樣想 這幫神秘組織 就在想 不行 我像剛才阿金說的 一些Tattoo 的Laser 去Laser 在皮膚上 甚至乎 好像紋身 紋上皮膚上 不行 為什麼呢 剛才我講的 那幾個原因 所以 在60年代 68年 Carles Sanders 自己自戰 就說 喂 我現在發明了一個 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RFID 原來這傢伙 和鳳凰計劃 又是不謀而合的 阿金 是不是 是啊 鳳凰計劃 你聽名字都知道 很鳳凰 是不是 和光明火有關 因為有鳳凰 原來在鳳凰計劃裡面 說回Carles Sanders 他很厲害 做的公司 全部都是神秘組織 都控制了的公司 沒錯 後期 他主力去研製微晶片 那個用途 因為微晶片 就可以發出一些 Radio Wave 就是用這些 Radio Wave 傳送的訊息 他說這個Radio Wave 他研究到 其實可以刺激人的內分泌 從而可以改良人的行為 正確 甚至乎有些人 可能claim我頭痛 就可以調教那個Wave 令到他的頭痛可以醫治 在這個鳳凰計劃裡面 這個Carles Sanders 就研究了 將一顆叫做Rambo的晶片 植入了一個 退伍軍人的體內 而刺激他的腎上腺分泌 讓他可能會不會有些行為上的改變呢 嗯 因為其實 Carles Sanders在1968年的時候 說的是什麼呢 原來他在推銷神秘組織 包括什麼呢 包括Fremation 包括Beauty Break Group 他在說 原來這個人是第一個人 推行什麼呢 就是說無現金的社會 什麼叫無現金社會 你的家庭紀錄 你的家庭成員有多少 總之你全部的私人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全部都放在晶片上 所以他就說 原來他第一個人 是推銷給這些神秘組織 告訴他 第二次不需要用貨幣 不需要用信用卡 全接都不用用了 那麼 全部的東西就放到晶片上 原來這幫神秘組織 在想著60年代 那時候 1968年 就覺得 咦 正啊 所以第一件事 原來60年代 Roccafella 聽到這樣的技術 他就第一個人 出來 就是 原來他想 把RFID 成為了 最後的武器 什麼是最後的武器 就是 他想把 人口去控制 和人口去滅絕 待會 會慢慢跟大家說 怎樣去控制人口 怎樣把 這麼小的晶片 怎麼可以把人口滅絕 這件事 其實 你我 大家 應該這樣說 全部 都有關連的 原來奧巴馬Care 他上任之後 原來在2010年的3月30日 他有個叫奧巴馬健康保險改革法裡面 就正式通過 就說 他一定要些人民 那些人民是代表什麼 那些人民 包括 就是政府的人員 這個監獄的人 就是所謂的坐牢的人 這個病人 以及最恐怖的 不知道是什麼 最恐怖就是 原來剛剛出生的BB 一定要 注入這些晶片 他就跟我們說 就說 13年 就打算推行 最遲最遲 2014年 一定要推行的了 所以 基本上 我可以跟大家說 不是不等於 不關你的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美國實行了 之後就到歐洲 其實亞洲都不願意 基本上 其實他研究那些 RFID 那個物質 怎樣去做它的質地呢 他們選了用直 因為他們就是要遷就著 要可以放在小寶寶的身體裡 都沒有受傷害的 就唯一是直是最好的 沒錯 待會第二節回來 我想跟大家說 剛才我們說過一個 叫做Dr. Carl Sanders的人 原來 Dr. Carl Sanders 他銷售完給神秘組織之後 神秘組織有興趣了 但是隔了一段時間 這傢伙良心發言 怎樣良心發言 第二節回來告訴大家 好了 又回到第二節 好了 剛才說過 Karl Sanders 這個人 為什麼 我會覺得 神又是他 鬼又是他 原來 剛才我說過 1968年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人 去發明 這個RFID 除了參加鳳凰計劃以外 他一直 在推銷神秘組織 關於一些 微型晶片的東西 他說 全部的信息 例如是你的名字 容貌 指紋 身體特徵 家族 職業 這些不用說 有沒有犯罪紀錄 全部 都放在晶片上 但無毒有偶 剛才阿金也說過 就是18位的問題 原來18位的數字 每組是6個 剛剛好就是666 所以他推銷他之後 很多人都比較反抗 就覺得 你這個人 為什麼會發明 這些東西跟666有關 所以 有一樣事情發生 他銷售完之後 銷售到他的 這個概念 或者他的產品 原來 正正 這些神秘組織 利用了 推行 New World Order 原來 六十年代 七十年頭 這些時間 原來 這些神秘組織 想在軍事 政治 甚至經濟 把這東西 放進去 在想 究竟這個晶片 即現在的RFID 怎樣可以推行 通常用的RFID 是哪一個類型 用的呢 就是一些所謂的物流公司 甚至一些 supply chain 連鎖店 超級市場 都可以用到的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RFID 對人類的貢獻 是真的 很大的 這是毫不置疑的 絕對不需要說的 但是 原來 RFID 之後 美國人 這些神秘組織 有了科技之後 原來 做了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 也是跟666有關的 什麼project呢 這個project 或者中文 就叫做 路西普項目 就是路西普計劃 這個project的名字 就叫做 Project Lucid L-U-C-I-D 這個 真的是很出名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 就是正正 就是把這個 RFID 發明到 好像 剛才阿金 也這樣說 就說 好像一顆米 未做這個 直入人體的時候 原來 這個 所謂的TAC 這個 這麼小 米的晶片 原來 就已經 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已經在機場 銀行 醫院 這裡已經在用 其實 每個人都覺得 都很好用 都不錯 現在這樣說 但是 原來這個項目的背後 他們 就是做了一些什麼呢 就是 研製一些 更加小 更加移入人體的 一個RFID 是啊 有沒有聽過 智慧層這件事 嘩 智慧層這件事 我聽過了 Smart Duster 正正你剛才說 他要把它變小 要變小 這一個 其實是一個 美國國防部 先進科 研究科技的機構 去贊助的一個項目 叫做智慧層 主力 其實他們想做到什麼 就是可以在大量 灑到一個地方 例如中東 他就可以監察到 當地的情況 有點像 Camp Trail的 概念 就是噴完 噴完之後 灑到某些地方 但這個 其實他們想 加多一些東西 因為現在 就這樣灑下去 只不過是可以 聽到一些 他們想可以 加上鏡頭 看 這麼小顆 加上鏡頭 所以就在研究 所以 由這麼大的 部門 和美軍有關的部門 去研究 有點匪夷所思 很重要 原來 其實RFID 除了你剛才說的 用途之外 梵蒂江 其實也在用 是嗎 講來聽聽 原來 梵蒂江 由 Pope Benedict 十六世 開始 所有的 聖徒 都要戴著 RFID 我們做什麼 原來就在檢查他們 究竟在做什麼 聖徒也戴著 RFID 戴在哪裡 戴在手腕 那時候還未直入 原無意外 還未 但都已經開始說要 在滴滴尼裡面 都會有這樣的手帶 對 我想起 你滴滴尼 你如果申請去年徵 即是你一年任入 那些 他都會問你拿指紋 就是在儲存 就是在儲存 擺放 但指紋 其實跟RFID 會不會有一個直接關係呢 其實他是想拿你的資料 你可以到處通行 他拿了這個概念 但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在英國 很多父母都想幫自己的子女 裝入一個RFID 不是啊 因為他保護他們的子女 怕別人勞結嘛 對 綁架 因為呢 在英國就發生了 一個挺震撼 父母界的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小女孩 被人綁架了 就殺了 那自此之後 那些父母就開始考慮 RFID這種科技 就放在自己的女兒 或者兒子身上 那因為這個RFID 去連結了全球定位儀 那有什麼事 可能女兒這麼久都未回來 那就上你的智能電話 看看他在哪個位置 沒錯 那其實RFID 或者說一些小小的發展 所謂的 現在呢 原來呢 在今年的2月13號 日立Hitachi 已經和美國的政府 一起去共同研究了一個 叫做New Powder 粉狀的RFID 你猜一下那個大小多少 我想你真是猜不到 嚇死你 當然不像剛才阿金 你說的 好像一顆塵 現在的尺寸 可以是0.05mm 乘0.05mm 想像不到 想像不到 我想應該是 一顆糖 很小顆 一顆砂 一顆粉 我想小時候 他原來還有 日立已經說過 這個最小的RFID 在未來的2-3年內 其實已經可以推出在市場上 大家想一下 剛才我講過 奧巴馬Care 做了幾條法例出來 就是說 現在在美國政府 或者美國 我剛才也講過 不要以為 不關你們的事 因為 全球 他們已經說了 全球在推行這件事 剛才我都講過 一些人 譬如一些監犯 一些政府部門做的 剛才阿金也有講過 一些病人 全部的事情 都是做福社會 都是給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方便給大家 最恐怖的 就是 這個計劃 今年之內 如果不推行的話 最遲也要下年推行 還有我擔心的是 其實這件事 就放在一個 新出生的小孩 即是說 新出生的小孩 全部 一定要規定要打 不是說 選擇性打 不是 他一定要讓你打 不可以不打 可能如果他不肯打 就連學都沒得回 因為在今年 2013年1月的時候 在德薩斯州 就有一個中學生 15歲而已 就好像我們這樣說 覺得這些RFI的東西 是beast來的 他不帶 因為學校規定 每個學生都要帶 未是直入的 但就要帶著這些證 一個證件 以課途學 去到那裡都要嘟一嘟 其實現在很多學校都有智能的識別 其實他就不肯帶 那怎麼辦呢 最後就上到法院高了 你知道你怎麼判嗎 就說他一定要帶 如果不是 不准上學 學都沒得回 可能將來會演化到 如果不帶晶片 學也沒得回 工也沒得回 甚至乎家也沒得回 整個身份沒有了 或者說回 也有少許的資料 補充給大家聽眾 就是說 原來今年 IBM已經 配合了 這個叫做 Human RFID Tracking System 就是說 原來他跟 美國的政府 已經做了一個合約出來 就是配合了 IBM已經專利了 一個叫做 Application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何去 track Human 這個就是 如果假釋犯 對這些假釋犯 去做一個 Tracking System 但是這件事 一定要這些犯人 又是打 RFID 有兩個選擇 第一 要是手背 第二 要是額頭前面 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RFID 其實現在有很多 歐盟的國家 已經在做了 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網搜尋 就是什麼呢 現在的 RFID 就未藉進你的身體 但是很多的 RFID 就已經在PASSPORT上存在著 嗯 基本上在EU 就是在歐盟裏面 很多國家已經在推行這件事 他們的國家 就是說 防止 當然剛才我們兩位的拍檔 都有說過 防止一些拐帶 盜竊 甚至乎恐怖活動 這個當然他們說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原來他們已經抽了 在美國 已經抽了三百人 去用這件事 因為他們除了是個 規定之外 原來他們這個技術 RFID的技術 已經可以人造衛星 可以做一些定位 甚至乎 應該第三次都會說 就是說 可以做一些 mind control 以及在健康上 會引發癌症 這個 待會我們慢慢去說 還有一些東西 有人 這是未得到官方的承認 就是說 某一些手提電話 已經放了一些RFID 即是換句話 如果你買了這些手提電話 可能有些人會說 不是呀 SIM卡都可以檢查你 我想 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他找到RFID 放到手提電話 他一定會有一些目的 可以 把手提電話 是否想蝕聽呢 如果你這樣說 有這樣的機會 有的 你剛才說起Hitachi 我又想說一下Toyota 因為Toyota 他們現在想推行一個 Smart Car的計劃 剛才你說到 放了一些RFID 以防盜竊 那些 他就做到 他放了一個晶片 在你的車上 那輛車是可以跟你聊天 譬如他差不多沒有電 或者差不多沒有油 他就會發訊息 到你的智能電話 就告訴車主要換電 要換油 其實同樣的科技 又可以放在你的房子裡 就告訴你 可能幫你計算你的用電量 不要過量 即是很快的未來 我們的房子 我們的車 就會全部懂得跟我們溝通 我看了一個 比較測試 我在網上看了一個資料 就說 有兩個證人 控訴 其實他竟然說菲律賓政府 已經實行一個強制性的直入晶片計劃 又是強制性? 強制性 但是他就很特別的 他說這個強制性的直入晶片計劃 其實是暗瓦底做的 因為他不會在城市裏做的 專門是在鄉村 即是沒有什麼人到 很偏僻的地方 就強行抓一些人來直入晶片 他就說 也有說 如果你不肯做 那會有什麼效果 當然是人間蒸發 他就說 有這件事在菲律賓發生 沒錯 剛才我講過一些所謂RFID的器材 就說HITACHI做到很小 原來之前都幾大塊 還有我們的資料都顯示 原來第一次去直入晶片的話 我想大家清楚了 尤其是阿金這麼喜歡小動物的話 其實他們在美國政府 除了人類以外 他也是直入了小動物 當然直入晶片小動物的話 當然很輕輕 在生畜裡面 以防你農場的豬和牛被人偷了 對 例如貓狗 因為始終你的狗有牌的 可能牠就會顯示主人的一些名字 或者是牠的登記號碼 各樣東西 原來在之前 在動物直入晶片的話 牠們的尺寸都幾大 23mm長 3.83mm直徑 很長 對 但是人體都不會短到哪裏 人體直入人體的話 是18mm 乘3mm 都不是太小 第三個用途 當然一定是醫療的用途 小一點點 是12mm乘2mm 其實你直入動物那隻 1988年美國已經流行了 但那些材料包括了醉丙烯 你打進小動物體內的時候 那個外層會在24小時之內融化 而跟你體內的身體結構結合了 變成你直入的時候 你拔不出來 但是現在那些 真的可以拔出來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最近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西班牙有一間母廳 就用了這個方式給別人付錢 因為那個其實是一個俱樂部 那些顧客全部都是穿比肩尼 穿短褲 那它就方便 那些顧客不用帶著一個錢包 可以玩得盡興一點 於是就提出了 即使有這個RFID在手臂上 那你付錢的時候 你付錢的時候 就給肌子一拔就過了錢 沒錯沒錯 剛才我講過一些 譬如直入人體 動物 甚至乎醫療的一些晶片 或者叫芯片 whatever 其實人體的晶片 都分了好幾種 或者跟大家的聽眾講一講 有些叫Vari Chips Vari Chips 是一個認證 Vari Chips 是一個認證 認證或者證明 那第二種叫Micro Chips Micro Chips 就是一個最小的晶片 第三就是Bio Chips Bio Chips Bio Matrix 一個身體的晶片 那第四就是RFID 剛才我講過 就是全名 不好意思 我沒有講過RFID的全名 就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就是用無線通送的技術 去識別每一個晶片的分別 最後第五就是Positive ID Positive ID是什麼 就是好像一張身份證 就是證明你的身體 或者證明你的身份 那樣東西 其實Google 都有研製一些晶片 打算植入人的大腦裡面 又Google 是呀 Google有透露過這件事 他講到他的終極目標 是想在人類的大腦裡面 植入晶片 為什麼要植入呢 就是想讀人的思想 大腦行不行啊 他講到這樣 但是做不做到呢 我想又真的會做到的 正在研究中的 其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他講到很好的 他說 是想協助殘障的人士 可以控制你的輪椅 或者控制一些你要用的電子儀器 嗯 所以呢 我們講過RFID這件事 就是 表面上 剛才我講過一些正面的 和一些負面的東西 正面的 當然政府會講 尤其是奧巴馬care 一個所謂的全民的健康的計劃 就是說 RFID對我們的身體 會是沒有影響的 植入了之後呢 其實呢 對我們本身 以後呢 會是很方便的 例如剛才我講過 出境 或者甚至乎 我沒有現金 好像現在我們香港的八達通 那樣 扣錢 知道你銀行會有多少錢 甚至乎 第一次那時候阿九講 當你推入醫院那個時候 又不知道究竟你什麼病歷 又不知道究竟你什麼敏感 那如果有個RFID 是好的 當然我覺得 這不是一件不好事來的 但是如果 將這個所謂的技術 擺進神秘組織那裡 這個呢 整個故事 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待會我會慢慢再跟大家去講 最恐怖是 他們現在在講強制性 嗯 美國就說實行中 一定強制的 是嗎 已經通過了這個法例 原來英國都有的 是嗎 說來聽一下 英國都已經實行了 好啊 不過它就一步一步 現在呢 首先呢 就是那些來自印度的移民 或者非歐盟的國家 就是第一批 你想進來嗎 可以 做個晶片先 我相信它是逐步逐步 都是想推全文化 所以你說New World Order 怎麼會全世界一起做呢 那剛才呢 我不是說過呢 有條友仔 叫做Dr. Carl Sanders 那一路在60年代呢 一路在推銷 一個所謂的RFID的技術 最終就被美國政府 和神秘組織吸納了 但呢 原來呢 在銀行體系呢 在世界金融機構裡 1993年呢 有兩個英國倫敦的銀行家 一個叫Tim Jones 一個叫Graham Higgins 原來呢 就創了一個意念 就是用了RFID 就是剛才我講過一樣東西 是無現金的系統 什麼意思呢 我想如果呢 早十幾年前呢 我想你有聽過這個 所謂的計劃 叫Mondex Mondex 在香港以前都有實行過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沒有質疑中了 是不是阿金 是啊 其實呢 它呢 是Digital Banking的一個初型 是 這兩個人想出來 很厲害 他就想用SmartCard 加一個 即是一個晶片 加一張交卡 就可以呢 儲存你所有的財務狀況 你的交易 那Mondex這間公司 就主導了這一項發展計劃 但是呢 無質疑中 不知道為什麼 那當時有一個系統叫SET 是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那這個系統就是主力 在這個計劃裏面使用的 那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有些陰謀學者解讀呢 SET呢 其實呢 又可以解作邪惡和撒旦這一樣東西 是幾次啊 是啊 因為SET 你加個I字 SETI呢 其實就是古埃及的一個邪神 嗯 OK 還有Mondex呢 由兩個字組合而成的 Monetory和Desta 原來Desta呢 你查字典呢 是解右邊或者右側的意思 那會不會就是從 那什麼隱喻呢 隱喻就是呢 你那個受印就是放在你的右手 右邊 嗯 所以為什麼他們植入的晶片 就一定在右手就是這樣解了 其實這個又有得解釋 因為當時呢 美國花了150萬 即是說一間研究公司 花了150萬的美金去研究 這些晶片應該放在人的哪個位置 嗯 原來他們說到呢 這些晶片一定要在人的 那個體溫那個 偏差很大的一個位置 他們才發揮到作用 於是呢 就研究到呢 在額頭和你右手的手臂 或者手肘位置 咦 剛才你這樣講過 一件事呢 就是體溫的一件事呢 Dr. Carl Sanders 都有講過一個人體晶片的三大功能 第一個功能呢 就是剛才阿甘你說的一件事 就是利用這個人體的體溫的上下的差距 原來可以自己墨充的 可以自己充電的 第二件事大家都清楚的 剛才我都講過了 用人造衛星做一個GPS的定位 等於你的人去了哪裏的話呢 就可以全部卡住你 譬如你日常生活的習慣 模式 甚至乎你去了哪裏 各樣東西 這些很簡單 但第三件事呢 就比較奇怪了 就是一個所謂的比較突破的研究 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原來可以做到遺傳基因的裝置的機能 這個好有趣 這個真的厲害 因為人體呢 很簡單 應該這樣講 就是人體裡面的基因的DNA 原來有三十多億條的DNA的遺傳基因 但是呢 當然技術的問題 就是這個器材 只可以去到128條 在30億裡面 128條的基因 編碼裡 其實我已經可以吸納到 300萬的遺傳基因 即是可以去看你的能力 知覺 技能 眼睛的顏色 以及皮膚的顏色 換句話 這個RFID 直到人體裡面的話 這個裝置 已經可以告訴美國政府 或者一些神秘的組織 聽 即是後面那班人聽 就說你的Gene 是屬於什麼類型的了 經常都說他們想 儲你的基因庫 是的 這個就是正正 你說得對阿狗 這個就是正正 去調查你的基因庫的問題 即是可能在商業上 以後你想做一個 什麼人種 甚至乎 你會覺得 有些什麼病 有些什麼遺傳病的話 你可以 消除這些遺傳病的話 就是用了這些基因庫的問題 就可以令到 你的生產 那個新的BB出來的話 就沒有了家族的遺傳病 各樣東西 聽上去好像很好 聽上去好像很健康 但實際上 大家都清楚 究竟什麼事發生 到時還會不會有這個獨特的基因 可能你要註冊 你要那隻眼 不行 不奇怪 這個完全一點都不稀奇 但最恐怖 我覺得是 植入了之後 雖然說阿甘剛才說 拿得出來 但我覺得 怎樣可以把它劏出來 因為我看到它 就算打在手那些 都是刺得很深 在皮膚下面 它有幾款 因為我在說西班牙俱樂部那款 只是皮層下面 很淺層 但如果你說BB仔 就應該像寵物那些 打得很深 對 應該會打得很深 因為BB仔始終有發育期間 還有會不會 他們政府就說 完全是不影響小童的發育 但這個當然我有少少保留 還有你們兩位有沒有發覺 就是這些晶片 就是RFID這些晶片 其實大部份我看的 我們的訊息 全部都是手背 他就說在額頭 但我沒見過那些人 就是在額頭 其實 你說額頭 就是Harry Potter的Scar 我覺得 大家想想 各位聽眾 因為始終 這件事 我們可能是 這次可能是 比較輕鬆的手法 去講 但是真的去想一想 殺到埋身 因為現在13年 其實美國已經開始推行 14年是強制推行 來歐洲 來亞洲 其實是不遠的了 時間 其實2002年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已經有8個自願者 給一間公司 科技公司 叫Apply Digital Solution 讓他們植入一些晶片 在自己的背部 背部 對 為什麼要植入晶片 在背部 就是 試行Digital的病歷計劃 其實植入的時間 用了幾分鐘 幾分鐘 這8名的自願者 就變成了心化人 半機械人 半機械人 這麼誇張 他們形容為半機械人 因為你看到 有晶片 有晶片 明白 剛剛第一節 林圓的時候 我不是跟你說過 Carl Sanders 梁森發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他一直 不斷 銷售 RFID 給美國政府 但是 十幾年之後 他才知道 這班人 用了他的技術 去做一些邪惡的事 所以 在近期這十幾年 他走遍了美國的地方 在美國的大學 做一些演說 做些什麼演說呢 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 RFID 所謂的 最不好的東西 甚至乎的影響 不好的影響 當然是不好的啦 不好的影響 對他們的美國人民 會不會是生癌呢 生癌這件事 我一定會說的 第三節 我會說什麼呢 我就會說 可能有些人會想 就是 Adam 現在你這樣說完之後 OK喔 我住入病人 學生 嬰孩 罪犯 甚至乎一些軍人 因為軍人為什麼 可能要藉入呢 就是因為軍人 如果打仗的時候 你知道軍人 以前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都好 他就掛一些鐵牌 鐵牌 要識別什麼呢 就是他可能炸了頭 炸到血肉模糊 起碼他拿了牌 回家 告訴家人 這個就是你的兒子走了 因為炸了 其實這件事是好的 如果你是這樣直入的話 知道究竟 他們軍方說 打仗的時候 我可以識別究竟 因為他們在混戰中 可能央及遲遇的 對不對 他原來有個RFID 就知道 這個人就是我的人 那個人沒有RFID 當然他有個掌握 這個是OK的 醫學上是OK的 甚至乎剛才阿甘說的 直入兒童都OK的 避免了很多拐大的事件 綁架 至少知道 小朋友的肉心 去了哪裡 全部的東西是好的 但是各位聽眾 你要知道這件事 如果這個技術 是擺在美國政府背後的 這些神秘組織裡的話 即是說句不好聽些 真是大鑊的 他們立心不良的話 幾好的科技都沒有用 是非常之大鑊的 我們第三節回來 告訴大家怎樣大鑊 稍後回來見 就回到第三節了 剛才我說過的一件事 Carl Sanders良心發現 他現在這十年八年 全美國一直在說什麼呢 就是RFID對我們的生活 是多大的影響 即是說影響 影響當然是說不好的事 阿甘你是不是有些軍人的事 想說呢 剛才補充一下 你剛才說到very cheap 其實這間公司 已經很積極地遊說五角大廈 同意在軍人的身體裡裝RFID 那為什麼要在軍人裡裝呢 原來很大用途 因為在打仗的時候 剛才你有說過 識別哪一個是我軍 哪一個是敵軍 又可以分出平民和軍人 不要錯殺良民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如果你裝了RFID 那軍人就可以直接從總部收到敵軍的位置 分佈圖甚至是弱點 還有一件事 就是可以做到 控制軍人在打仗的時候 不要有恐懼這件事 蛤?控制他們連恐懼都沒有了嗎? 因為RFID是說用Radial Wave 我剛才有說過 原來你的Radial Wave 那個波段怎樣去控制 都可以幫你醫頭痛 當然他們可以做到 令到你的恐懼感都會沒有了 嗯 跟我們之前說的HUB的用途都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其實除了美國之外 另外一些國家相信 都已經掌握到初步的技術 但問題是怎樣去研發 他們都是資金充不充裕 或者足不足夠 都是一個先後次序的問題 很快的將來 其實我想很多國家的軍隊 都會放了這個RFID 在身體裡面 沒錯 因為其實RFID 為什麼對我們的生活 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剛才我講過一些影響的東西 是吧?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它有很多政治的問題 金融的問題 我想我以前那幾集都有講過 Fremason Illuminati 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第一 就是講全球統一的貨幣 是不是? 它想的權力 政治權力集中在一個地方 還有呢 大西洋的公約組織呢 已經想去推行一些什麼呢? 一個 一個的國際警察 就是全球去看光的 一個警察部隊 這樣 滅絕人口啊 或者去控制的資源啊 還有一個市場的控制啊 這樣 那所以呢 全部的東西呢 都是叫做 市場一體化 貨幣 經濟 甚至乎 食物 控制人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現在我會慢慢和大家說 剛才我第二節呢 講一些正面的東西 就是說 譬如政府的一些醫療 甚至乎去到監獄 小朋友 去到這個病歷紀錄 個人資料 很多東西都挺好的 但原來呢 RFID呢 有一個的資料顯示呢 對我們身體健康呢 原來是真的有一個臨床的實驗呢 就是說 用了RFID之後呢 會有癌症 即他們叫做癌症 癌症 癌症就是腫瘤 腫瘤就是證明癌症 對不對 那這樣東西呢 你們兩位有沒有資料呢? 這個呢 又要講回 跟Carl Sander有關的 嗯 那他 即是這個人呢 其實真的 人也是他 鬼也是他 真的 Carl Sander 他曾經呢 向波士頓的醫務中心呢 是 一位醫生呢 查詢過一件事的 那他問那個醫生 嗯 如果這個微晶片呢 在體內受到破壞 嗯 那裡面呢 可能會有些鋁電池 嗯 或者有一些液體 漏了出來 在人體裡面了 嗯 會造成什麼傷害 或者有什麼影響呢 是 當時的醫生呢 其實很簡潔地搭了他 就會生毒瘡了 生毒瘡 是啦 當時的醫生是這樣搭他 是 那其實呢 令我想到什麼呢 原來在聖經的啟示錄呢 都有講過這件事 是嗎? 有講毒瘡這件事 是啦 啟示錄第十六章 他有講到 原來說 第一位天使便去 然後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惡而毒的瘡 這件事 其實正正就印證了 你裝個RFID進去 嗯 你留了那些 可能是說 一些化學物質 在你的體內裡面 嗯 有毒瘡 那其實會不會就是 引證了你說的 Cancer這件事 其實它都是一些 惡毒的腫瘤來的 嗯 沒錯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的 腫瘤 這個對我們的身體 有很大的影響 還有 方便之餘的話 當然啦 我完全是同意 RFID是對我們的生活 是造成一個極大極大的方便的 但是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當如果 其實呢 現在呢 我們用的白達通呢 就是都知道 但當然是不是real time 就是知道什麼呢 Customer Behaviour 就是知道你的 Behaviour 比如可能你幾點鐘搭地鐵 幾點鐘買些什麼 幾點鐘去做些什麼 那樣 那其實它都查完 還有你那個 出入的位置 出入那個所謂的area 大家都清楚 它究竟是做些什麼 但是呢 如果將這件事 因為現在 剛才也說過 RFID真的用了人造衛星 其實基本上 它有那些叫 手提式的掃描 所謂的手提式掃描 可以掃描到的 但是呢 現在呢 它們發展到一個地方 就是除了 RFID的體積這麼細 以外的話呢 它們基本上 已經用人造衛星 去 track 到你 究竟你現在去了哪裡 做些什麼 這樣 這個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 剛才我不是說的 兩位你有沒有記不記得 我在第一節 有一個所謂叫做 無現金的社會 對不對 無現金的社會 就是說換句話 你寫棄了現金 你寫棄了Credit Card 因為你全部 已經用了RFID 對不對 你的個人資料 全部在RFID 那裡 大家聽眾想一想 如果美國政府 真是很compulsory 真是很硬性規定 就是出生的時候 你一定要打入RFID 它要迫你做一些事情的話 你不可以不做 為什麼呢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你不做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或者甚至乎 狗說真的不准讀書 甚至乎 不准他上學 不准他上班 那會怎樣呢 如果在背後的背後 那個大型電腦 它刪除了你的資料 那會變成什麼 除了沒有ID之外 其實你一無所有 就是錢你又沒有 是不是 你的身份又沒有 簡直可能在你的員工紀錄 譬如你在某大公司做的 它一刪除你的東西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是完全一無所有的 不存在 是啊 你基本上是physically 你是存在的 但是在那個database裡面 你是沒有這個人的 這些就是出現在 荷里活電影裡面的那些 沒錯 間諜那些就是最後變成這樣 譬如你做間諜這樣 你這個地方已經生活不了 沒問題 我在後面刪除了你的資料 或者改了你的名字 就是改名換性 簡直是 不需要你易容 不需要做整容手術 基本上是你的fingerprint 你的指毛 你的特徵 全部都和你改了 因為在後面和你電腦都做了 所以呢 大家試想一下 其實幾恐怖的 當如果我們真的 我們的群眾 就是不要說 剛才我都真的說過 也都不怕沉氣 再說多一次 再說多幾次 就是說 雖然可能大家會想到 這個 今年下一年 是美國而已 美國就變成歐洲了 歐洲之後就變成亞洲了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話 就慢慢把這個理念 這個信念 或者這個技術 就慢慢是推到在我們的身邊 如果將來去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是沒有選擇的 還有它最活該死 真的是魔鬼在細節裡 歐巴馬通過那條條文的時候 之前不是經常都要修改修改的 是啊 最後一個version 他才加這個implantation 就是說政府是可以植入一些物件 歐巴馬的最後一個version 這個version 過那個法案 就是HR4872那裡 2010年過的時候 靜靜雞就加了一條 就說原來 一個 他們的聯邦政府 他們利用這個叫做 medical device medical service 就是醫療的藉口 就說可以 就是擠一些 device 進去一個人的那裡 變成了法例 就這樣靜悄悄地通過了 這樣就靜悄悄通過了 是啊 那靜悄悄通過了 有沒有人反對呢 反對不到 現在都通過了 當然裡面 在國會裡受到很多支持 才推行得到 嗯 沒錯 正正呢 我之前呢 都沒有說過一些事情 就是什麼呢 他們的法案通過 因為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 每一個美國的法律 一定要是國會通過 總統要草擬了 然後才可以成為一個法例 其實呢 我想大家呢 在歐巴馬care 我剛才第一次也有說過 就是說 他有幾個法案去改了 在這個的3月23號2010年呢 就將HR3200呢 就改變了 就改了是HR3590 是改變了什麼呢 可以呢 就將它呢 可以植入人體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來的 就是歐巴馬呢 立令呢 就說 當一些的所謂的病人呢 去入了一個的國立醫院也好 或者私家醫院也好 他們呢 要是簽一份文件 去做一個植入的一個 所謂的小手術 將個RFID的晶片呢 就植入在一個人的手背上面 那當然呢 現在我剛才也說過 那麼多個州 那麼每個州 不是一次過推行的 那其實以我所知呢 其實呢 有一些州份呢 就開始已經在推行這個 campaign 其實 是啊 2007年呢 已經有500間醫院參加了這個計劃 那他們那個目標呢 他們希望呢 做到800間了 OK 想覆蓋全國了 雖然是這樣 原來呢 美國呢 都還有些州份呢 想反抗 嗯 什麼州份反抗呢 Virginia呢 這個州人 真是沙泊了 這班聰明 是啊 這個州他在搞什麼呢 他自己呢 立了條法例就說 Stop the mark of the beast legislation 自己立條法 我不要這些 那些魔鬼的契約 沒錯 野手 但是他這樣自己立條約呢 認不認可呢 州政府有州政府的例子 如果州政府覺得這件事呢 這個我想都是美國的政治背景問題 其實州政府是幾獨立下的 如果有聯邦法案 頒下來的話呢 他們是不可以不追蹤的 美國現在呢 以我所知呢 百分之七十的州份呢 今年或者下一年會打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呢 就算生命資源講過這個RFID呢 為什麼我也想講呢 因為呢 我看完這些資料之後呢 越來越不妥 覺得越來越恐怖 很簡單這件事 雖然是真的方便 但是方便之餘呢 我們換來的 背後的後果呢 我想 未必人類承受得到 因為這一班人已經說了 在政治 在金融 剛才我講過 正正是 正是New World Order的理念 一體化啦 一個貨幣啦 他會去做一個國際警察啦 甚至乎政治來說 一個權力呢 去集中在一個地方 那樣 這些基本上呢 就有很多跡象呢 RFID是可以跟他們做到的事情來的嘛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想想 這麼多億人 或者這麼多個國家 你怎麼可以把這件事 去集合在一個地方呢 是不是呢 還有我聽過一些很V1的呢 如果把RFID呢 是 放在一些很強力的磁場裡面 又會爆又會勝 又會殺人 不是吧 就是V1一點啦 當然又有些專家 都不是專家 就是做客人說 放下去磁力共振到 磁磁他 看看有沒有事先 找人呢 打一顆那些RFID 咦 又沒有事啊 回來出來 如果聽你這麼說的話 就正正好像又是 我有少少少V1的東西了 就是原來RFID 你知道是radial frequency來的嘛 原來呢 有些低頻的東西呢 當你植入了之後呢 剛才我講過 第一節呢 原來是mind control的喔 真是可以去控制到你的思想的喔 因為這個器材已經入了你的體內的話呢 其實呢 它怎樣控制你呢 其實怎樣控制你都可以的喔 所以這個器材呢 如果你們真的有機會去打 或者應該見到這些器材的話呢 真是要避之則吉咯 糟了好害怕喔 以後會不會去美國呢 去過旅行 都會說 你入境呢 先刺一刺吧 我和你講這件事 背景呢 政治背景 香港政府呢 永遠都是跟別人的 每一次我想我和Gothry 都在講Vaccine 甚至乎Florine 香港政府呢 永遠都說 喔 世衛這樣做的話 我就跟喔 歐洲這樣做 美國這樣做 我就跟喔 永遠呢 這班人呢 永遠都不會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去看一些research 做一些事情 正正好像我們有個聽眾 就是去寫水務局 那它得來的回覆呢 水務局是有回覆它 得來的回覆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呢 其實呢 是我們根據世衛的所謂的指數 不用揹握 是吧 但它永遠都不知道 權威 但它永遠都不知道 原來Florine在大陸的話呢 基本上已經不落在水裡了 好害怕喔 一提到世衛 現在它都是用這個 醫療方面的用途 他都有說 FDA CDC HWO 用什麼意思 整班都是蛇鼠一窩來的 同一路的 等人說不行喔 現在我們全球一起做一顆 一人 沒錯 歐巴馬呢 過了這樣的魔鬼條約 其實我覺得都有跡可囚 雖然他經常自己claim自己是基督徒 很多人都很 對他這個所謂的信仰 覺得他是Muslim 對 但是呢 他競選期間 經常都很重複地有個slogan 說 Yes we can Yes we can 每個人都說 搞得很high 真的很追蹤他 誰知道原來 倒轉說 其實是 Thank you Saturn 多謝撒旦 你說還不是撒旦搞信土 阿九 你剛才說奧巴馬 還有你第一節說到 其實巴曲不是40年代左右 對 40年代 然後RFID就後期少少出現 60年代左右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是 原來在冷戰的時間 蘇聯 在一個使節會議上面 向美國大使送鎮了一個木黑的角勢 後來被美國發現 角勢裡面藏了一個偷聽器 其實這個偷聽器 正正是RFID的初型 美國可能拿了蘇聯的科技 研製了今時今日打入人體的RFID 嘩 那所以 為什麼 嘩 真是很陰謀論 我想這個不是陰謀論 我想現在擺明 其實美國政府擺明 居馬是把一些東西硬去擺入你的身體 因為你想想 如果它不立法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可以令到他們 明正言順 去擺入一些器材的身體 你可以反抗 但現在不是一個法例 你是不可以不做 還有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原來當時那個攝聽器 叫做THING 它那個運作 都是要用到無線電波 OK 其實現在這樣說的話 無線電波 我們在講很多MKUltra的東西 這個我想其實都是其中的一個現今 或者現代的一個Mind Control 各位庭座 我想你試一下想想 當如果有一天 一天 你真的面對這些器材的話 你自己想想 究竟那個嚴重性會去到哪裏 當然 很肯定一件事 剛才我第二次也有講過 他們講到一定是 對你一定有 很有幫助 很方便你 因為你想想 像狗一樣 將來你老的時候 你入院 不用老了 現在都沒有什麼記性 對了 你入院的時候 我可以全部檢查一下 你檢查一下 或者一個一個 基本上已經看完你的病歷 你的藥物敏感 最重要是藥物敏感 因為這個是導致你的死亡 所以特地就要找那些藥物給你吃 他不用的 是很高的 基本上如果他這樣的話 這個只不過是藉口 就是說 譬如你的小朋友 老拐 或者甚至乎你的銀行 不安全的 你的Credit Card 都可能被人盜用 你現金 是會被人偷的 現在不同了 你出了糧 你的錢 其實每天都是Virtual 每天都已經放在銀行 你出糧放在銀行 你不用拿出來的 譬如你搭交通工作也好 買本書也好 吃個下午也好 甚至乎乘搭車也好 你已經那個 基本上現在和八達通沒有分別 但只不過八達通是真的一張卡 儲錢的 或者儲我的積分 當然有一些叫做Personalized的八達通 他知道你住在哪裏 你的名字 裡面的資料不太齊全 但警察都已經足以可以抓到人了 當然啦 他配合了CCTV 他配合了CCTV 因為每一張八達通 都會有一個unique number 即是一張八達通只有一個號碼 甚至乎全世界 只有你一張八達通只有這個號碼 沒有其他號碼 所以令到警方很容易破案 但是這件事就是 當你直入RFID的話 整個事實是不同了 因為你全部直入的話 即是你所謂的家爺仔那的information 你自己個人的履歷 甚至乎血刑 或者甚至乎你的銀行有多少錢 你的assets有多少 一目了然 基本上一班人這麼清楚你的東西的話 像剛才我這樣說 他按一個按鈕 如果你的assets有多少錢 可能你的assets有多少錢 可能你的assets有多少錢 其實最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assets有連結到 你們經常玩的社交網站 全部的定位 可能你走到一個點 你的assets有多少錢 但你自己不知覺 你現在自己可以打卡 但可能將來數碼化的世界 你不用打卡 人家都知道你在哪裡 如果美國政府想知道你在哪裡的話 其實不需要在Facebook打卡 如果人做衛星的話 它是一個GPS 我想這個GPS 所謂的精確度 應該是非常之高 現在GPS 以我所知 據聞 有人已經有公司研發到 現在GPS 就是平面知道你在哪條街 哪個位置 例如我們現在在錄音 我們在第幾樓 其實它已經知道 幾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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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清楚了 因為它的衛星定位 以前好像是三角形 去追蹤你的 現在不止是三角形 它有很多個項 好像是3D的 去追蹤你的 這件事 怎樣做法 當然我當然不知道 我不是太技術的人 對這方面 所以 我想 留給聽眾大家 去思量一下 究竟將來對我們的影響 真的有多大 阿狗 阿狗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我想你分享一下 你電腦有Hacker 那RFID 如果真的有Hacker Hack了進去 那你都是一無所有的 是的 其實都不是他們說到那麼安全 所以為什麼聯儲局 甚至乎每一個地方的中央銀行 現在這幾年 當然 其實這個理念 早幾年已經有 但是這幾年 是頻頻發生 就是他們提倡什麼呢 就是提倡去做一些Virtual Money 以前的Mondex 就是電子貨幣 但是這個電子貨幣 不是說一張卡 不是說一張credit卡 或是一張提款卡 是說一個晶片 直接進去 全部的東西都在 那這個才是恐怖 即是換句話 你將來出街 你兩手扯扯 什麼都不用帶 基本上 除了電話 可能將來都不出奇 不用客人進去買 是的 可能一顆RFID 和電話在裡面都不出奇 因為剛才說的軍人 那個RFID 就是可以直接 總部的資訊 下載到你的腦 你知道敵軍的位置 陣營 佈局 弱點 或者對方的地點 現在沒有下大雨 他都可以把資訊下載到你的腦 是的 好像小型電腦 是的 現在就是想做到這樣 這個很恐怖 所以大家聽眾 聽完我們這一集之後 大家試想一下 或者細想一下 就是RFID究竟怎樣影響我們 真的 我再重申一次 真的不要嫌我再沉氣 可能你覺得很遠 在美國發生這些事情 但我可以告訴你 不久的將來 真的會埋到我們身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 真的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一集 那就下星期三 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和大家陰謀背後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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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